那你在这里就是说 因为疫情受到影响 可能本来有工作 工作受到什么影响 稍微写一下 我们比较能够判断好不好 疫情之下家庭经济受到冲击 有需要帮忙的人增加 华联市政府成立了食物银行 提供民众现场领取 食物银行这边都有相关的物资 至少它每一天可以吃饱 那穿暖 那我们也希望说食物银行成立以后 大家都能够善用资源 而且能够珍惜资源 物资大多由公益团体 或爱心企业捐赠 以主食淀粉类 油品以及清洁剂等 生活必需品为主 当初匡列的设计是说 要针对社会福利边缘户 就是说它可能没有办法 领到社会福利的补助 那可是因为现在疫情关系 有很多人受到疫情的影响 生活可能已经陷入困境 那它不好意思求助 就是说我们又先处理这一区块 市府的食物银行 市营运一个月 也将串联相关社福单位 避免资源浪费 大爱新闻烫禅君 刘洪志花莲报导 探索